今天我想講的題目 在一句說話分辨你是否懂得健身 下面有個訂閱者 就是多了 現在就有請我們的健身教練Riz 說兩句 沒有膝蓋和沒有膝蓋 其實主要我自己覺得你心盡 你最重要是蹲得夠低 你蹲得夠低其實有很多肌肉 你都能夠出力 怎麼會練不到 蹲得低你基本上整個下身都練完 屁股至手臂加到你的骨頭 直腿硬拉 可以玩手臂 不錯 正是四頭 你可以做FrontSquad 你就可以落得硬一點 而且可以做Zumo Zumo你都是練腳練得多 其實看你懂不懂變通 聽完Riz這樣說 然後其實我 就是這樣 他就是玩Body Building 我就是玩健力 大家基本上都會有一起操練的時間 他也沒試過在我身上說 你的器材不太夠 不太想在你這裏教 不太想在你這裏操練 我都沒聽過 Riz 他自己本身就是玩Body Building 他剛剛在比賽中 就拿了第二名 然後他就繼續練 他之前在這裏試Squad 他都起碼蹲到一百四 即至少三餅三餅幾 但他才只有七十幾公斤 然後 你說我是玩Powerlifting 我現在就給大家看一看 我的腿究竟是怎樣 沒錯就是這樣 我基本上是這三年來 我都從來沒有做過Leg Press 和Leg Curl 或者Leg Extensions 所有事情 因為我的腸沒有 我的腸沒有 我自然就沒得做 但我的腳也有這樣的成績 我知道會做什麼 做High Bar Squat 做Low Bar Squat 做Dead Lift 然後如果你想練什麼 的動作 你就做回所有Free Weight 可以做到的動作 其實Free Weight 正常你應該什麼動作 什麼的肌肉你都可以練到 如果你要Machine的幫助 應該是你Burn Out Set的時候 或者你一開始拿感覺Warm Up的時候 你去做的 就不是應該說 沒有了一樣的動作 或者沒有了一樣的機器 然後你就不會做 那大哥 大場那些夜晚peak hour 你十幾個人圍住一部機 難道我直接健身也不做 想不到現在人會說 你連Leg Curl 即是一望到我都摸了嘴 不是 然後他上面有一個人 很明顯是新account 然後他就說 你不跟時代走 還這麼大聲 現在懂得操的人 什麼都會玩 只玩三舉 然後市場不會遷就你 就像身形一樣 人家你你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打錯字 什麼建力還是建築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只會說你身形不行 六塊腹肌 我沒試過嗎 我又給大家看 以前玩街頭健身的時候 減肥減得最快 而玩街頭健身的理念 就是 Work out anywhere 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做健身 Work out anywhere 所有的動作 你要練空 你可以做掌上壓 掌上壓 我告訴你 都有十種掌上壓以上 你玩背的 你只是拉背 你只是做 pull up 起碼都三四五六種 如果你做腳 你自己 首先你可以做 Purlum Air Squat 你可以做 Pitch Show Squat 如果真的不行 你可以背著個人來做 Squat 有Lunges 或者你自己拿著重的東西去做 Squat 有時候 你練不練 懂不懂練 練得好不好 其實就好看你自己 就不會說 沒有什麼東西你就練到 就是我 我一看到我好嘴 有什麼理由 你沒有某些東西 說真的一句 人家玩Body Build 雖然他不是經常在練 但是他都說 有什麼所謂 你沒有某些東西 你就練 你猜真的每次去到 你的場 尤其是香港 你只有幾個大場 都是多 但是機器不是多 要下去 難道那部機器沒有 然後你就不練 那 他說 什麼都會玩 只玩三腳 Squat,Band,Trash,Static 如果你懂得健身 你都知道這三件事是Main Movement 所有東西都可以不懂 你一定不可以不懂這幾個動作 無論你做得輕與重 最重要是做得對和硬 你不只是玩這三樣 但是這三樣是Basic 等於你說自己玩做健身 但你連拿包米都手提腳震 那 Core不行 這三樣東西很明顯就是 要練你的Core 練你的全身肌肉協調 這三樣東西你都不懂得玩 或者你覺得這三樣東西是廢 我覺得真的好奇有限 你的健身知識 其實我也不好意思這樣說 但這個真是我心中 有那句說那句 沒錯 這個就是我今天想說的 我看到這個comment 都是那句 我真的不懂得怎麼回答 我特意放Riz教練出來說 我們就算玩Body Build 玩Power Lift 大家都是一個理念 就是懂得玩 玩得對 玩得安全 就可以加重 無論你用任何的 Free Weight也好 用你的Machine也好 你就要懂得玩 才是為之你懂得健身 安全至上 而你的知識也十分之重要 這個就是今天想說的題目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你有什麼感想 你可以在... 因為我也是不懂得說 看到這個comment 在下面comment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